哈啰 大家好 我是Gemma 这次谢谢Vogue的邀请 然后我分享了很多 看似有用 听似有用 但其实是很真挚的分享的一些分享 希望大家会有受用 或是可以更了解我这个人 最后一次的分享 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 真的是比较日常生活的我 近期内我去做了那个大肠胃镜的检查 是因为呢 因为我近期做了一个频道 然后我这个频道的节目 频道里面有个节目叫做妖怪诸事会社 因为去年发片的时候就是唱片公司 帮我想了一个maybe像是封号 就是对 封号 当歌手就是有一些什么疗愈歌手啊 但是我没办法当疗愈歌手 我只能当时尚妖怪 那为什么要叫时尚妖怪呢 是因为其实我对时尚的东西 一直都很有兴趣 然后妖怪是因为我其实是 那个妖是老妖的妖 为什么是老妖的妖呢 是因为我出道的很早 所以这是我一个心中的一个老妖哲学 是我永远去到哪里 我都把自己放在最小的位置 就是我会幻想我自己是全世界最小的人 因为我以前到每个剧组啊 每个唱片公司 每个公司 其实我真的都是年纪最小的 但现在我必须得接受这个事实是 我已经再也不是最小的 所以我把这个老妖哲学呢 放在了我的心中 我希望我可以保持一个赤子之心 到哪里我可以毕恭毕定对每一个人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对我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 他们不是一定要为我服务的人 但是他们对我来讲是重要的人 这是我觉得是一个老妖哲学的概念 然后刚刚讲到就是大长期的部分 就是因为做了这个频道 所以我心中就是倍感压力 因为做频道的人真的好多好多 然后本身YouTuber就已经很多了 那很多艺人也转型做这个频道 所以当然我会希望是做 其实想要做频道这件事情 蛮久了 但只是一直找不到一个真的方向 然后今年就真的实行了 这个做频道这件事情 我记得我做这个频道呢 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然后就是一直不断不断的在找人 然后开会 那两个月的时间呢 感觉很充实 但又感觉很烦躁 就是觉得会不会讲一讲就没有了 所以我就会觉得 哦天哪我每天 其实后来就是我有一种隐形的压力 就是灌在我身上就觉得哦天哪 到底什么时候要开始 然后我开始心里产生了压力之后 我就发现我的肠胃有点不舒服 所以我就安排了这个检查 但为什么想要分享这个大肠胃镜检查呢 是我觉得现在的人呢 大肠跟胃就是控管你吃东西的地方 现在人呢都吃外食 所以可能外食会比较油 或是比较可能有炸物或是辛辣的 是比较刺激的 这些其实对你的肠道跟胃都会比较多多少少会有受伤 就是我觉得肠道这算是一个文明的文明病 就是可能有些人会比如说胃伤过多啊 或是胃出血啊 或是拉肚子啊 所以想要做这个检查是想要彻底的让自己知道自己的身体是如何在运作 还有一个重点是爱自己的身体 同时要爱自己的本人 因为你要有好的身体 你才有办法去做更多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做这个检查其实出发的目的就是要让自己更好 然后更知道自己的身体的运作是如何 然后并且保护这个身体 不要让不要一直破坏它 或是让它受伤 做这个大肠胃镜其实我很紧张 但其实也不是做也不是第一次做的 是第二次三年前全身健康检查的时候做过 但我今天想要讲的是这个细节的部分 就是大家会觉得大肠胃镜其实很可怕 但是我想要说的是大肠胃镜并不可怕 而且我做的是无痛的大肠胃镜 好那天早上这个大肠胃镜这个顺序就是非常的繁杂 他给我一个顺就是我去看医生他给我时间表 那个时间表就是他会安排你说 你几点要干嘛你几点要干嘛你只能吃什么 然后你几点到几点你要干嘛 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他就是有一个顺序有一个表跟我讲解的 好做这个检查前前三天 我必须要做很多事情 我要开始低渣饮食 我要吃泄药 然后前一个礼拜我要每天喝一千五到两千的水 这都是准备的过程 但我觉得最艰难的呢 其实是 因为前三天要做低渣饮食 低渣饮食就是只能吃白面条 白吐司 蒸蛋 海绵蛋糕 白馒头 或是白馅饮食 其他的奶啊肉啊水果通通不行 好 我其实一开始是觉得很开心 我说那已经不一样那已经不一样了 今年的现在已经都改良了都很好喝了 然后我一开始有抱持的怀疑想说他会不会是骗我的 因为我知道那时候很难喝 结果我当我那天下午我喝了第一剂泄药的时候 我觉得很好喝 大家一定会觉得我怎么会再分享这个饮料吗 因为他那个东西就是他就是常温的水 然后泡150cc 然后喝起来味道是柠檬苏打汽水 然后我当下觉得哦天啊三年后整个都不一样了耶好好喝哦 然后我安慰自己说嗯好喝好喝 然后过了差不多三个小他就会有一个时间表 他会告诉你说OK这是排便器 好我就会想说我就开始记一时想说他怎么还不开始 然后一旦开始就停不下来了 我就这样子从呃四点多一路上厕所上到十一点 就一直不断的在上厕所 就是一直在催眠自己说就想上厕所 但因为头脑只要响我就会去马桶坐 我就会上出东西 上到后面凌晨四点半 我还要再把最后一剂喝掉 那凌晨四点半是要确保你的肠道是干净 他才可以做这个检查 然后我又开始一直拉拉到已经都是水了 然后我就准备去医院做这个检查 然后起床的第一件事情我就觉得我好困哦 因为我四点半起来之后我就是因为担心他会上厕所 我不敢睡我就这样咪咪糊糊这样子熬到了九点半出门 然后到了医院之后呢我好渴我好想喝水 因为他其实早上五点半之后我就再也不能喝水 跟也不能进食 然后那过程中因为是我 因为那个一定要有家人陪同 然后是我经纪人朋友去的 我就跟他说 姐我好渴可以给我喝水吗 然后那天我又月经来 然后我肚子好痛 然后说我肚子好痛哦 可以给我喝水吗 然后我就问那个护士小姐 他跟我说一个很幽默的答案 他说你可以喝 但是只能漱口 我真的去饮水机倒了那个水之后 我就这样 漱了两下之后 我很保留那个水分 我一直在一直吞一直吞 我想说那个水好棒哦 就两滴这样子有喝到水了 然后等等等等 我就准备进去要做这个检查 然后进去检查他要先掉一个点滴 然后掉点滴是因为要给你一些营养 因为你其实现在空腹嘛 然后掉点滴 然后他会让你把裤子更换下来 然后就等待 然后等待之后 他带到那个就是检查的地方之后 他会给你带那个氧气管 然后给你测脉搏 然后过了一下他们就进来了 然后他开始 头龙会先给你喷一个麻药 然后那个麻药他叫我要头往上 然后他就跟我说一句话说 那个你头往上之后呢 你心里自己想三十秒 然后一口气把他吞下去 因为那个麻药是为了要让那个胃进 就是进到喉咙的时候就是不会容易受伤 然后我只有这样子抬起来 然后我就这样 我心里是一三十可以了吗 他说还没啦 还有那么快再数一下 然后当我想要再叫那个护士小姐的时候 他说他离我好远我就说 我说算了不叫 我就心里真的数了三十下 我就把这个麻药就吞下去了 然后喉咙开始很很烧 就是刺刺的 然后后来就准备进来 要帮我打那个麻醉 然后麻醉是从点滴进去的 然后麻醉失去来说 好了我来帮你打麻醉咯 我说好好好 他说打麻醉的时候可能会有点痛喔 药剂有点强喔 我就这样 噢喔喔喔到第三身的时候 我睡着了 结果后来起来 我记得好像睡 我就在那个恢复室 我睡了20分钟 然后我就睁眼 然后我題梀我就看到他 他說你起来 我说我有怎样吗 他说你没事 可能大肠跟胃都没什么事 然后之前为什么常常会有状况 是因为有些小小的问题 然后我就说喔喔喔好 然后我就开始说 我就很急着想要下床 我就要穿裤子 然后我阴去旁边说 你的里面说你可以吗 真的可以嗎 我說喔 是有一點混 因為下來當天是不能開車跟 呃 不能開車跟什麼啊 騎車 因為你會有這個麻醉之後 所以當天是希望有家人陪同事 因為不能騎車跟開車 然後下來之後我就硬要走路 然後一路上我過馬路 我經紀人一直扶著我 其實這一段我覺得蠻感人的 就是他一直扶著我 但我會心裡想說我其實沒事 但因為他說我走路的樣子很像喝醉 我自己不知道 我就是這樣 我就這樣在忠孝頓路上面晃然後走 然後一路上說不行不行 然後我經紀人還很貼心 因為我說我想要吃麵包 我說我出來想要立刻吃到麵包 他就幫我買了一個小麵包小牛角 然後我就在路上一邊這樣很昏的 這樣喝醉酒這樣走路之後 我還在那邊吃海綿蛋糕 因為我還講說欸 原來那個檢查可以吃海綿蛋糕 我應該要吃 他幫我買了一塊海綿蛋糕 我就這樣昏昏成這樣 然後一路上一直在那邊塞那個海綿蛋 那其實我的腸胃還是很不舒服 因為剛做完肚子空空的 好我就這樣一路結束了 我這個大腸胃鏡的一天 那雖然有點長 但是我真的很熱情的分享給大家 因為我覺得這過程我真的記得好清楚 而且我覺得真的要做大腸胃鏡 因為你沒有好的身體 你就不會有好的未來 這是我想要分享最主要的事情 雖然有點長 但主要還是要繞回來 就是因為做這個頻道真的壓力蠻大 所以要去做這個大腸胃鏡 好講到這個頻道 好就要這個 現在這個主要分享才要來 這樣真正的分享是 我希望大家可以去訂閱我的頻道 我這個頻道的節目名稱叫做 妖怪諸事會社 為什麼是妖怪諸事會社呢 因為這是一個妖怪的公司 那妖怪公司呢 我覺得它算是一個約會公司 其實我們裡面主要做的內容是 妖怪會去約會 妖怪是我本人 這是一個蠻好的一家公司 因為它是主打約會 但約會過程呢 它必須要去找一些心心色色的人 我覺得是對我來說 他們可能是可以變成 妖怪諸事會社的員工的人 所以我邀請他們 我會邀請一些心心色色的職人 然後跟我去約會 然後我會送他們一個員工證 然後希望他可以來我們公司上班 但在約會過程中 我會希望可以了解 這個職業的人 他做這件事情 他想要做什麼 他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你做這件事情 你有沒有覺得 你一路為什麼你要 你就是覺得你有勇氣的嗎 你覺得你是堅持下來的嗎 你覺得你的方向是對的嗎 就是關於我們說的前面的所有 就是集結到這個頻道 跟我這樣想要找的這些職人 是非常非常有關係的 像如果大家現在有看我的頻道 我第一集找的是變妝皇后 那變妝皇后通常都是男生版的 所以我因為他們的關係 我也打扮成了變妝皇后 我化了他們的妝 然後弄了一個很奇怪的頭髮 我才知道說原來要頂了一個這樣妝 其實非常的辛苦 但在我看到他們的身上是他們 眼睛裡面是對這件事情好喜歡 好堅持 他們選擇了這樣的路 的過程中 我會更想要 這個頻道主要是想要了解說 為什麼你想要成為一個這樣子的人 為什麼你是一個這樣的人 我覺得Jama 或是無印節或是鬼鬼 都是不被定義的 因為做這個頻道主要是 我不想要被定義說 我一定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我一定是一個 因為其實我一路走來 我就是一個不被定義的人 因為我做的事情太多了 我從來不是一個 我不是一個非常堅持的人 但是我是一個非常堅持 我不想被大家定義為什麼樣的人 所以為什麼會叫時尚妖怪 再來是因為我對時尚這件事情 非常的有興趣 那我覺得時尚這件事情 其實也不是大家想像中的 的那個樣子 大家想像中的樣子可能是 時尚這件事情 然後我個人說 我要參加時尚活動 代替我為你說 是什麼牌子 喔 你真的看起來很時尚耶 你一定可能背了一個 Gucci的包或是Chenel的包 人家會覺得這樣子的樣子 可能會是一個很時尚的樣子 但是我覺得我想要創造出來 是時尚它是不被定義的 時尚它是一種風格 也可能是一種生活 像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我翹腳吃飯 這件事情我覺得很時尚 這件事情我覺得是 完全沒有一定要被定義說 我一定要有這樣子的包裝 我才是一個時尚的人 我要跟隨流行 我才是一個時尚的人 應該是說 每一個人都是不被定義的 因為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每一個人都是一個獨立的個體 然後也希望大家會真的了解 我做這個頻道的真正的雛形 跟裡面的 我是因為有這樣子的想法 我才做了這樣子的頻道 就是可能大家會覺得我在玩樂 但其實我不想要一本正經的 就是好像在說教或是說話 但我想要從這些快樂的過程中 我想讓大家享受到快樂之外 大家可以找到人生的勇氣 或是它的方向 或是你可能會看到我的頻道 你知道你想要堅持之類的 這都是我想傳遞給大家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喜歡我的頻道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幫我多多的分享 然後開啟小鈴鐺 然後也非常謝謝 就是Vogue給我這個機會 讓我好好的說話 然後只聽到我的聲音 不看到我的人 但也希望你聽到我的聲音之後 你會更了解我 然後更喜歡我 好啦這是最後一次說晚安囉 好啦希望大家會喜歡我的分享 然後並且喜歡我的頻道 並且就是有空去做一下 大腸圍鏡檢查 對自己只有好不會有壞 大家晚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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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